这个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 寒冰简单讲一下 因为这是后续 菲律宾的船只不是 碰瓷大陆的船舰吗 10月22号早上6点到8点之间 两次碰瓷 那这是事后传出来的消息 你知道碰瓷的过程当中 他们还带了记者 每次就带记者拍 你知道有个千军一法的场景 来我们把这个记者的画面 PO出来 一个漂亮的菲律宾女记者 上一秒还很高兴 要没有 在自拍告诉大家 到这边打卡 下一秒就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撞一下 远远的看不怎么样 可是人在上面 听说他差点掉到海里面 掉到海里面眼睛一插撞 他整个大概就被夹死 这个基本上不尽责 其实本来设定 应该是他掉到海 掉到海里头去 效果才大啊 你晃一下这个效果怎么够 所以他抓得太紧了吗 对所以他 我觉得这个要回去检讨一下 因为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要带记者 我们当时就讲了 就是那一艘船往前冲 实际上后面一定有别人在看 这是美国人在看 然后这些媒体记者在看 他们要的就是要一个 爆发性的效果 对啊 那结果你这个效果 没有做出来 没做足 所以任务失败 下次再来一次 好任务没有达标 他没有搞懂自己的任务 不过真的是千军一法 大家想想看 任何的这个插撞 都会有可能会伤亡 所以笑得这么开心 下一秒可能悲剧就发生了 还有一个讯息 我同步请教一下这个立将军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加萨地区 现在是各种物资都没有 没水没电没网路 然后也没有燃料 所以联合国就帮着加萨讲话 医院呢 对不对 之前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中 有很多让你揪心揪肺的讯息 比方说很多新生儿在保温箱里面 没有电的话 眼睁睁就是死亡 现在有这个几百个新生儿在里面 燃料要耗尽了 急需燃料 但是以色列说什么呢 公布了这个照片给你看 说这些呢 都是哈马斯所长有 至少有50万公升的柴油燃料 所以就问问哈马斯 你们可不可以分一点呢 那紧接着我就来看 这个讯息就 觉得不单纯 因为美国派了一个 据说是巷战王 很懂得巷战的这个专家 进到了以色列 去给以色列一些建议 因为接下来打地面战 但是这个专家告诉以色列 你现在先不要赶快进去 先不要进去加萨 因为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地道战这个巷战 可能会让以色列损失惨重 所以以哈马斯 因为哈马斯在发动第一集的时候 早就知道结局了 结局就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死我亡 但感觉上加萨就是哈马斯 他们也有个愿望 就是要阻断这个以色列 跟这个沙特的正常化码 现在也看着目的达到 接下来也认为恐怕自己 绝无生路 所以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这个想法 哈马斯将军会不会就是在加萨的地道战当中 等待着你进来给你最后致命的一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一样一样讲 以色列它这个铁赤是怎么回事 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并没有说像我们现在爆章形容说 这么科幻的武器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破极炮炮战 腰朗中口径的破炮炮战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现在来讲 然后空军他们丢的那种小直径炸弹 它也是一颗炸弹 但是它有一点小翅膀 它可以卫星定位跟导航 所以打得很准 它就是丢一颗炸弹下来 但是可以做一个做一点距离的修正 或角度方位的修正 因为它有个有点小翅膀 在这种 但大方向是没有办法的 那迫及炮类似这种造型 它只是打到空中 迫及炮是驱射武器 它是打到天上 然后再这样掉下来 那射棋距离就5500公尺 这个我还背得很熟 6000 6000 对不对 1200 对不对 811是3300嘛 我记得大概是这种射棋的距离 它打到空中 因为它有点小翅膀 利用这种卫星制造 所以它可以打得很精准 但是你说精准到说一点都不偏差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破极炮本来就是一颗面的5G 你都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以现在的科技讲讲 打得也蛮准的 我们做腰中炮的破炮的四射来讲的话 打得很准 唯一一个打不准的就是前两天 大幅兵工打那个腰中炮 打到渔船 那真的很丢烈 那可能方位角度都没有算对 那第二个我讲说 我特别说美国要回租两套铁穹防御系统给以色列 这就代表美国的一个捉襟剑肘 这两套铁穹系统是美国跟以色列买了 买了以后部署在哪里呢 部署在关岛 它为什么要部署在关岛 一个关岛一个珍珠港 它为什么要部署这两套 因为它已经发现中国的各种各型导弹 对它已经关岛形成威胁 所以它在关岛这个地方除了铁穹 那是小区域的防空 那大的区域防空台萨德 这爱国者它部署在那边 以前都没有 它现在部署这套东西在那个地方 它跟以色列买了铁穹 部署在珍珠港跟关岛这两个地方 那现在因为以色列战况紧急 自己来不及生产这个铁穹系统 那它特拉维夫又一天到晚被火箭弹攻击 所以美国把这两套还给他们 拆过来 对拆过来还给他们 这两套是跟以色列买了装过去 现在因为这种很急的紧急状况之下 它又把这两套拆掉以后 钻回去给以色列 所以我们从这个动作里面 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美国事实上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说这种弹药 或各方面都充足都充裕 那之所以说是燃料问题 我跟你讲 现在加哈基区老板 它会引起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 都已经是人造的问题了 你知道每天 每天不是几百个婴儿在保温箱里面 每天光生产那边 加沙走坛那边 父女生产的父女 我有看到 1600人 对那很可怕 那另外准备要生产的是 几万人在那边准备要生产 你生产你一定要有医院 即将临盆的孕妇 找不到地方可以去孩子 对你医院里面照顾这些婴儿 或这些手术或干什么 你就必须要有燃料 要有电源 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以色列跟哈马斯 都有一个最终目的 以色列当然就是希望 一次解决整个加沙的问题 那对哈马斯来讲呢 他就是要永久要切断 让这个仇恨更大嘛 不让这个沙特跟以色列 这个关系正常化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平民百姓就是像除狗一样 不被放在眼里 所以就算他有燃料 就算哈马斯自己人 也许他也不愿意拿出来 因为这些这些 都是要在巷战当中 也许最后给以色列致命的一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这个顾文也叫他们先不要进去 大家都不敢小看 这个巷战跟地道 已经进去了 他最后的一个刚开始 他只是一个测试 他没有大部队 以色列已经有几个伤亡了 他进去一下就一个军官阵亡 你说就是他第一阶段的测试嘛 所以会不会最后的 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在里面 他只是测试 我们军方那个叫什么 叫做火力搜索 就是用兵力 我进去搜索一下 看你刺探一下你的趋势怎么样 我用那种短时间一进去 我马上抽出来 但这么一个动作 他马上就伤亡了一个军官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翠将军 丽将军都说 这个巷战是很难打 这个地道真的是很难打 所以你觉得最后会致命的一击 藏在里面吗 我觉得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美军 不是你以色列一直空炸空炸 那些楼房倒塌下来以后 事实上对你巷战变成一种障碍 就是你的战车进去里面 你反而是障碍 你要用先推主机 把那些瓦力什么推开来 你战车才能够前进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你说在楼房 我还容易攻击你 他躲在瓦力里面 他那个狙击手 躲到瓦力里面 你更难去对他做这种 摧毁的动作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次来讲美军 我研判 以色列已经叫染了两个礼拜了 说要进地面作战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研判 我觉得他不敢进去 因为以色列军人的生命 比其他人的生命都还可贵 为什么 因为他人就这么多 他死一个就少一个 虽然说他很团结没错 可是问题是说 他后备军人就像36万 他死一个就少一个 他没有后续的兵源补充 另外他还面临了北边的 尼巴伦深处长 虽然说那些国家 目前战力都比他小 但是那些都不怕死 那些恐怖组织 他有生 你说现在来讲的话 加踏走廊这些老百姓 他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那吸引着仇恨 你看看有多生 全家都死光了 人如果把他炸弹我就跟你 这叫做歼灭全部的哈马斯呢 你很难歼灭全部哈马斯 对 哈马斯全部歼灭完了 也很难分辨 对不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 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